好 主播觀眾 十一帶你關心到花蓮牆鎮的最新狀況 目前累積還是有六個人失聯 那麼在沙卡蕩這邊根據最新的監視器畫面曝光 可以看到新加坡夫妻確實就是在沙卡蕩下車 所以目前在沙卡蕩還有五個人必須失聯等待救援當中 現在也可以透過畫面看到 今天的搜救重點火力依舊是擺在大封閉 前幾天已經陸陸續續找到了三具遺體 前兩具疑似是游性男子以及大女兒 那麼第三具就是二十一歲獨自來旅遊的胡姓小姐 但是透過這張照片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現場這個石塊非常的大 所以以人力的方式是很難把這些石塊搬開 在今天消防人員出動了四台挖土機 以重型機具的方式要進到這裡把石塊給移開 希望可以找到這兩具遺體 並且把第一具跟第二具的遺體給搬運下山 而在今天包含了土耳其無人機隊 今天早上也來到指揮所 出動了兩架無人機來進行幫忙協助救援工作 而目前消防人員研判 這一對新加坡夫妻 他們可能也是受困在大崩壁 但是他們受困的地點可能比找到這三具遺體的地點 還要再往裡面一些 後續也都會來進行重點搜索 以上現場最新 先把時間盡頭交還棚林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